有一定代表性的女子跳水选手 再畅想一下 谁会成为新一代中国女子跳水领军人 高敏 1970年9月7日 生于四川自贡 主要成就 1986年8月 高敏在第五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以582.90分 获得跳板跳水冠军 创造世界锦标赛历史最高分 1987年4月 他在第五届世界杯跳水赛上 以317.58分 获得跳板跳水金牌 他是中国第一位奥运会 跳板跳水金牌获得者 先后蝉联1988年第24届夏季奥运会 韩国汉城 1992年第25届夏季奥运会 西班牙巴塞罗那 女子跳板跳水冠军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 突破600分跳水大关的女运动员 1992年 因伤病困扰 最终选择退役 入选国际游泳名人堂 福明侠 1978年8月16日 生于湖北武汉 主要成就 1990年4月 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 友好运动会上 年仅12岁的福明侠 以443.04分的成绩 获得女子十米跳台金牌 成为年龄最小的 跳水世界冠军 1992年7月 13岁的福明侠 获得了第25届夏季奥运会 西班牙巴塞罗那 女子十米跳台金牌 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1996年7月 在第26届夏季奥运会 美国亚特兰大 福明侠同时获得了 女子十米跳台 与女子三米板的冠军 成为中国奥运跳水史上的 第一个板台双冠网 2000年9月 在第27届夏季奥运会 澳大利亚悉尼 福明侠未免了 女子单人三米板的金牌 2001年第9届全运会之后 福明侠正式退役 入选国际游泳名人堂 郭晶晶 1981年10月15日 生于河北保定 主要成就 2004年 郭晶晶在第28届夏季奥运会 希腊雅典获得女子单人三米板 与女子双人三米板两枚金牌 2008年 在第29届夏季奥运会 中国北京 郭晶晶获得女子单人三米板冠军 并与吴敏霞搭档获得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 2011年1月22日 郭晶晶正式宣布退役 入选国际游泳名人堂 吴敏霞 1985年11月10日 生于中国上海 主要成就 2004年8月 在第28届夏季奥运会 希腊雅典 吴敏霞和郭晶晶一起夺得了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 2008年2月 吴敏霞获得世界杯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 与女子单人三米板冠军 在2012年第30届夏季奥运会 英国伦敦先后斩获女子单双人三米板金牌 2016年在第31届夏季奥运会 巴西里约热内卢 女子双人三米板比赛中 吴敏霞与施婷茂 以345.60的分数夺得冠军 2016年12月14日 吴敏霞正式宣布退役 入选国际游泳名人堂 陈若霞 1992年12月12日 生于江苏南通 主要成就 在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 中国北京 陈若霞包揽了十米跳台单人 及双人项目两枚金牌 2011年 她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中 首度包揽十米跳台单人 及双人项目的金牌 成为首位在奥运会 世界游泳锦标赛 及跳水世界杯的女子十米跳台单人和双人项目中 全部夺冠 成功实现大满贯的跳水选手 2016年 在第31届夏季奥运会 巴西里月热内卢 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 陈若霞与刘慧霞 以354分夺得冠军 2016年10月19日 陈若霞因商宣布退役 全红产 2007年3月28日 生于广东湛江 主要成就 2021年 在第32届夏季奥运会 日本东京 全红产以5跳3跳满分 总分466.2分 创女子十米跳台历史最高分记录 夺得女子单人十米跳台金牌 2022年6月 全红产在2022年 布达佩斯世界游泳锦标赛中 勇夺跳水三米板 十米台混合全能金牌 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 实现了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的金牌大满贯 2023年10月3日 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 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决赛中 全红产以438.20分的成绩获得金牌 结语 中国跳水队人才倍出 优秀的跳水选手层出不穷 队伍内部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要想在如此高手如云的队伍中脱颖而出 必须得付出数倍于常人的艰辛和努力 新一代女子跳水选手中 像全红产 陈玉希等十多岁的小将 已经在世界大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那么谁能真正扛起中国女子跳水队的大旗 成为新一代中国女子跳水队的领军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交流